好 其實上一部影片我聊了S24 Ultra 17個 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點之後呢 今天這部影片我想來聊聊S24 Ultra 其實優點是我特別喜歡的 也希望這些優點可以被保留到 Galaxy S25 Ultra身上 就希望透過今天影片來給Galaxy S25 Ultra 一點小小的建議 希望他們不要砍掉這些優點 不過在開始之前 如果你也是第一次來到我的頻道的話 我就要好放喊放 我的頻道主要會有最新的科技開箱上手 還是實際使用後的心得分享 用最真實的分享來幫助大家買到 最適合自己的科技產品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優點就是它的外觀的部分 就是這個太金屬的這個外觀 也就是這個太灰色 我自己覺得這個顏色還蠻耐看的 就在光線照射之下 它會有一點金色的感覺 讓你的灰色帶有一點點金色的那種漸層感 我自己意外的還蠻喜歡的 要不然通常我之前都是選擇三星的黑色 因為三星的黑色一直以來都是表現得非常的好的 那但是這次使用這個太灰色之後呢 我自己是意外的真的是還蠻喜歡的 就希望下一代的Galaxy S25 Ultra 也可以保留這個顏色 然後再來第二個優點就是手感的部分啦 雖然Galaxy S24 Ultra整體的重量還是偏重 232克 但手機的重心表現很不錯 然後你拿的時候呢不會頭重腳輕 也不會覺得手機你拿著拿 就好像快要噴飛掉那種感覺 握持的感覺真的蠻好的 所以在重心的表現上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再來下一個優點就是這次的螢幕 超級抗反光啦 相較於Galaxy S23 Ultra來講 整體的抗反光效果好傷非常的多啊 使用起來時呢會給你一個嶄新的體驗 就覺得這款手機的螢幕體驗 跟其他的手機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這個我覺得不是單純靠 然後拉高亮度就可以達到的觀音體驗 是真的很不錯 是一個嶄新的體驗 那也希望下一代S25 Ultra 是全系列可以搭著這個抗反光的圖層啊 因為目前應該是只有Ultra有啦 就希望下一代可以下放到全機型都有這樣 大家都非常的舒服的螢幕體驗啊 然後再來聊聊就是這個超升波指紋啦 我覺得真的是越用越順手啊 解鎖的成功紀錄我覺得高達90%吧 通常都是一碰到它就解鎖了 非常的滑順非常的舒服啊 而且它解鎖的位置也非常不錯 就是拇指通常放到的位置就會直接觸碰到 並不會有那種為了需要解鎖 還要調整手機握持的位置的那種狀況發生啊 而且因為它是超升波的 不會有那種光學指紋半夜解鎖時呢 閃瞎眼那種狀況 我覺得整體來講 這是一個很成熟的三星技術啦 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也希望這個超升波指紋可以繼續沿用下去 然後再來聊聊就是One UI啦 我覺得One UI的優點就是 各式各樣小小的地方累積起來的 像是你的通知訊息你可以左滑或右滑都可以滑掉 這一點在其他家手機有時候就是辦不到 它只能單邊滑掉 遇到時你就會很愚昧想說 哇這東西這麼小這麼簡單 為什麼還會做這麼不直覺 但是One UI用到現在呢 我覺得真的是越用越上手 越用越好用啊 雖然說很多小功能真的是藏在三星的複雜的系統設定內 真的是每一次都要找很久 但是只要你熟悉之後呢 你就會覺得它的制定性真的超高的 而且很多功能是真的很不錯 像是三星的單手模式啊 長截圖或者是雙開帳號 每一個功能都是用過之後就回不去了 是說如果三星的手機之後 可以開放通話錄音的話那就更好了 我自己很好奇有哪些功能是你用過之後 就回不去了 你離不開的那些三星手機的功能 底下留言吧 那接著就來聊聊Good luck的部分啦 我在Good luck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感謝今天的贊助商Monica AI 一款超強的AI Chrome插件 那使用的方式超級簡單 但是又具備超多超強大的功能 在任何的網絡之中 只要按下Cmd M或Ctrl M 或直接點選旁邊的Monica Logo 就可以馬上啟動Monica AI 可以馬上跟它進行對話 詢問它各式各樣的問題 你可以上傳一份文檔給它 不論是PDF檔、Word、CBS或者是圖片 它都可以替你做重點摘要 那除了快捷鍵直接呼叫Monica AI之外呢 你也可以直接框取網頁上你想了解的文字 就可以針對這段文字進行提問 摘要或翻譯等等各種操作 那在閱讀網頁時呢 旁邊也會有一個翻譯的按鈕 掀選一下就可以馬上進行翻譯 此外如果你把滑鼠移到Monica AI的Logo上 也可以選擇翻譯、總結網頁、網頁剪貼等等各種操作 我自己滿喜歡網頁剪貼的 它可以把你當下閱讀到的網頁收藏起來 直接存入備忘錄 方便之後翻找 Monica AI可以替你快速回復郵件 它會先提供幾組情境功能做選擇 像是你要感謝對方或拒絕對方等等 那選擇後它會快速生成一段回復供你參考 在這之後你可以點選它提供的許多選項來進行細部微調 那此外Monica AI最扯的是它連影片都可以幫你總結 即使是沒有字幕的YouTube影片 它也可以生成影片摘要 不過最扯的是它還會生成每個段落的亮點摘要給你 像是幾點幾分影片中提及到了哪一個重點 真的很神 最後Monica AI雖然主要是由GPT-4驅動的 但是你可以選擇其他各大AI語言模型 一如Google的Gemini Pro或是Meta的Lama 甚至連Cloud 3也有 就很多種選擇 Monica甚至跟我承諾只要AI模型更新 Monica就會以最快速度讓用戶體驗到 所以真的很不錯 那安裝Monica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就用Quarm 線上應用程式商店後 搜尋Monica 安裝後登錄 馬上就可以開始使用啦 總之有興趣的趕快去自頂留言看看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影片之中啦 那接著就來聊聊Good luck的部分啦 Good luck是由三星官方推出的一個應用程式 主要目的是讓三星Galaxy手機的用戶 可以有更多客製化的選擇 你可以講到說這個就是三星官方推出的外掛程式 這樣就滿有趣的 像你可以客製你的手勢要如何操作啊 或是客製你的鍵盤要如何排版 雖然說我在上一部S24 Ultra 17個 我覺得可以改善點之中有聊到 就是我希望Good luck可以內建會更好 不過我覺得今天這部影片 我也要給Good luck一個知識 因為有非常多的功能 是真的做得很好用 雖然你可以客製手勢操作的 One Hand Operation Plus啦 或者是可以記錄通知的Nautistar 或是可以調整音量條設定的Science Assistant 和可以客製你相機設定的Camera Assistant 這幾個都是我用過之後 就是完全離不開了 所以也希望S25 Ultra可以保留這些 好用的Good luck應用程式啊 因為真的非常的好用 所以說我最近看了電踏少女的Short 發現他們有一部教學是教你如何使用Key Cafe 把你的三星鍵盤調整成Gboard的排版 調整之後呢是真的滿像的 排版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假設如果你是習慣使用Gboard 但又想要試試看三星鍵盤的Galaxy AI功能的話 你可以去看看這個Short 它會教你如何快速調整 應該搜尋電踏加上Gboard 就可以找到這一部影片 名字叫做一分鐘教你把手機鍵盤變可愛的這部影片 你就可以去參考參考啦 然後下一個優點就是它有穩定的相機表象啊 三星除了上一部影片少了 我有提到的長焦微距以外呢 我自己覺得三星的相機使用天然還是非常好 首先拍照十分穩定 不太會遇到當機的狀況 也沒有遇過過熱的狀況 在路上雙擊電源鍵馬上就可以開啟相機的APP 進行拍攝 而且整體來講焦段很齊全 從超廣角啊到一倍到無省變焦的兩倍 和三倍五倍的光學鏡頭 接著還有利用三星黑科技的10倍啊 這幾個焦段表現都是很好的 光線充足的情況下 我覺得堪用的焦段拉到20或30倍都是沒什麼問題的 就很不錯 所以期待下一代的相機表現依舊如此的強悍啊 當然我很期待新的硬體更新啦 畢竟這個硬體是用的有點久了啦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續航力的部分啦 這次的續航力調教我覺得還是滿不錯的 不管遊戲是輕鬆可以度過一天啦 有玩些比較重度遊戲像是崩鐵或是預言神話 也可以至少撐到晚上的七八點左右 整體來講我覺得續航的調教很不錯 雖然說這個部分可能跟這幾年高中間變很給力 能效品很好有關 不過我覺得三星的調教還是很重要 所以就希望S25 Ultra可以維持 或者是給出更好的表現啦 好啦這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聊了滿多我覺得S24 Ultra的優點 也希望這些優點可以順利被Galaxy S25 Ultra繼承啊 甚至超越 那如果你有覺得S25 Ultra的優點是我沒有提到的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就讓我們用今天的影片和上一部影片 用這兩部影片來打造我們內心的S25 Ultra吧 那最後如果你覺得今天影片有點意思 或有點幫助的話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把這部影片分享給你所有使用 三星手機的朋友們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喬喬 拜拜 喬喬